每年的4月26号被定为世界智慧财产权日 台湾智慧财产权联盟跟美国在台协会 共同举办的庆祝活动 由台湾唱片出版基金会策划执行 今年的主题聚焦青年 也邀请到了文创、电影还有音乐 三大领域的专家进行专题演讲 要强化国人对于智慧财产权的重视 杀气纵横、刀光剑影 人气歌手李千娜现唱主题曲 经典霹雳布袋戏是跨世代民众共同回忆 现在的霹雳布袋戏开始在摄影棚里头 用我们拍电视剧拍电影的手法来拍摄布袋戏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小时候在台视看到 这个把大演戏台把它演完 大霹雳国际行销公司总经理邱正生 出席2022 World IP Day庆祝活动 要为4月26号世界智慧财产权日提前庆祝 哇 欢迎各位一起加入World IP Day 世界智慧财产权日就在4月26日 由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智慧财产权联盟 共同举办 台湾唱片出版基金会策划执行 各界领袖齐聚一堂 专题演讲邀请了三大领域 偶戏电影和音乐的专家到场分享 今年主题更聚焦在年轻人和智慧财产权的 紧密关联 我们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终于还是修法成功 在网络上用未经授权的P2P的音乐是非法的 维护智慧财产权是永无休止的一件事情 办这样一个活动 表示他们对推动智慧财产权的使命必打 我们可以感觉台湾在文化及艺术上的重招历练 无论电视电影或音乐 透过法律明定智慧财产权 保障创作者的心血和巧思 记者林生坚 黄伟财 台湾报道 这一种画面的 很好 作人 二张